國民黨黨產在選戰期間又成了爭議的話題 因為就在朱立倫宣布代職參選總統的兩天以內 國民黨旗下的新玉台公司就以9000萬元迅速成立了三個基金會 民進黨立委就痛批 藍營見到選情大勢已去 就想要乾坤大挪移的搬運黨產 不過朱立倫對黨產議題是冷處理 只說基金會都是做公益的 我必須要做出這個痛苦 我不得不的決定 10月19號朱立倫才宣布要代職參選 國民黨旗下的新玉台公司就立刻撥款9000萬 10月20號 21號先後成立三個基金會 主管政黨業務的內政部長陳薇仁疑問三不知 我還沒看到這個新聞 因為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基金會題目我不清楚 所以很抱歉沒有辦法回答 三個基金會全由朱立倫的親信擔任董監事 地址也設在藍營中央黨部內 民進黨立委質疑朱立倫在選情低迷的時候 成立基金會根本是意圖不軌 想要轉移黨產 這個就是烏鬼搬運 這個就是乾坤大螺儀 政權快移轉之際 突然間成立這三個基金會 非比尋常啊 竊取了國家人民的資產 到今天還不願意放手 頒回到他們個人或者他們所成立的基金會 或者國民黨的黨營事業公司名下 立雲立委更痛批朱立倫說一套做一套根本不想將黨產還給人民 事關黨產敏感議題 朱立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等一下我請發言人來說明 我們這個是做公益的 總統大選倒數不到兩個月 國民黨的基金會成立時機敏感 在野黨抓住機會痛批 讓藍營黨產議題在大選期間 再先波瀾成為媒體焦點 越電TVC 韋智剛 開北報導